明清团代表团登门拜访不成电检局 与电检局秘书莫哈莫沙努力 进行半小时的闭门交流 同时提升谅解备忘录 希望当局的审查标准与时并进 已符合时代需求 而对方也表明愿意参考相关意见 面对电影上映日期改了又改 明清团就转述电检局的说法 澄清一切都是一场误会 因为电影本来设定了上映日期 但必须剪片后又进入上述过程 加上电检局和电影上述委员会 分属不同部门 因此上映日期才会一拖再拖 八个空间 实习记者许文杰不成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